這個影片真的要說話很急 而且我真的用了多少錢去買東西給大家 我都沒有計算 因為其實我買得很開心 而且我送得很開心 也希望你們收得很開心 Hello 大家好 我是Heidi 這個Auntie今天想做一個大型的Giveaway 其實我已經構思了一段日子 就是因為今年9月1日 今年是不是1日呢 總之9月頭會開學 所以我就籌備了這條影片 其實我買了這麼大袋 這個袋是超級大 就是裝了一些我的戰利品 還有其實今天大部份的東西 都是會Giveaway送給大家的 所以事不宜遲 這條影片我不想太長了 我想今天Giveaway的東西 是多過15至20樣的 所以我們就現在立刻開始了 我就買了好幾個不同的筆袋 我不知道現在 現在是Generation Gap 現在時下的年輕人 喜歡不喜歡嗎 如果大家沒有興趣的話 我明年就不拍這個題目了 但是今年也買了 都要硬著頭皮拍上來的 你們不要說我這個Auntie Outday就OK了 我知道今年其實都很流行這些雷射的東西 所以我就買了幾款的 這一款就是白色幻彩的雷射 而這一款就會是藍色幻彩的雷射 這裏看得出來的雷射呢 其實它也有少許的 而且旁邊也有一些流蘇蘇 但是流蘇蘇是還可以的 你不可以說它做得非常仔細 但是也不算很差的一個流蘇蘇 我覺得OK的 你們現在是要帶多少文具上學的 我覺得都很正常 它都放了兩塊這麼大的海綿 應該沒問題的 原子不間斜 塗改帶 我想大家都仍在用這些吧 剛才那些是比較偏中性 但是當然有些女性化一點 我們這個女生頻道來的 我不會這樣對你們的 所以就買了兩個是粉紅色的 這個透明的就有一點點閃粉的 我覺得是挺漂亮的 上面寫著Flamingo and cactus 不是一些奇怪的字來的 就是紅河和千人獎 而另外這個就寫著ShinyShinyShinyHoliday 雖然暑假已經過了 但是都OK 這個就會是一個透明粉紅色幻彩 然後前面會有一些很漂亮的閃粉 是可以動一下動一下的 所以其實都很適合一些很女性的學生去用 或者其實我自己在office那裡 我也是用這個筆袋放在櫃桶 來裝我自己用的筆 所有今天提過的東西 除了會送給大家之外 如果你沒有興趣參加Giveaway的話 覺得麻煩的話 都會有所有的link在我的description box裡面 你們也可以去看看我在淘寶那些店舖 去買這些文具的 好了筆袋說完之後 接下來開學我都希望各位年輕人 或者你們在工作的人 都會有一個很好的計劃給自己 所以我就買了幾本 之前七月最愛的時候提過的一個週記寶 雖然他們的封面不同 但是裡面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這樣分開七格 星期一至五大格 星期六日小格 我覺得學生來說 可以寫一下究竟有什麼功課檔他們的手冊 畢竟學校那本手冊都蠻不漂亮的 可能現在比較漂亮的 我不知道 但是我以前的時候 是從來不喜歡用手冊的 如果有這些週記寶的話 其實我覺得是會令自己有心機一點的寫東西 所以我就買了一本粉紅色的貓貓 全新的 之後有本藍白色紅殼 還有之前我提及過的一個雷射面 這兩個我就不特意拆開了 放心吧 真的是全新的 這裡總共有三本送給大家 可能你會跟我說我不喜歡寫週記 不要緊的 我也有兩個選擇給大家 但是這兩個選擇就沒有那麼便宜的 他們會比較簡約風一點 比較像無印良品那種感覺 我先說這個膠面 它的尺寸應該是A5或者B5 裡面這個就會是日常的 就會是由早上5點到晚上凌晨1點 就可以一環環的寫完 你計劃好了想做的事 然後會有一些重要的 list to do list 還有記錄 很適合一些比較多活動 多課外活動 或者這些課堂 其實都攝來攝去的話 其實這一本日常用的話 會比較適合你一些的 而另外這一本牛皮的呢 裡面就會是一個月記來的 可能有些人跟我說我上班的 我上午9萬5的 我真的不是每天都這麼多變化的話 其實月記簿就會比較適合的 因為其實寫下你約了什麼人 一個月就很容易看 那如果你跟我說 其實你那些什麼物件我都沒有用的話 這些一定有用了吧 一些簿來的 一些普通的環間簿 可以用來做筆記啦 最重要是什麼 漂亮嘛 那這個封面真的挺漂亮的 這個是一些山水畫 我懷疑這一本是送的 因為我應該不會買這些山山水水 但其實看起來都挺文青的 那之後呢 嘩好熱啊 那之後呢 就會有一些紅殼 因為我自己其實是很喜歡紅殼的 所以我也是買一些自己很喜歡的東西 去送給大家 都是一些環間簿來的 所以如果大家去做筆記的話 都會是看上去想心月目 抄筆記都抄得開心點 你們會不會的 我小時候真的會的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畫到很色彩 很多顏色 然後就寫一些東西下去 然後又有highlight 總之我要看上去是紛紛的 我才溫書溫得開心的 然後呢 就來到這一大堆的MEMO紙啦 其實MEMO紙真的從小到大都覺得很適合的 特別是你出來工作 如果要做的東西呢 紋織的話呢 完美 當你用的MEMO紙不是螢光紅橙黃綠藍 而是一些比較有花紋的話呢 上班也會更開心的 說了最功效的 最普通的一款呢 就會在剛才有一本的DAYLY帽子 就把它變成MEMO啦 其實把它變成MEMO和DAYLY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你桌上沒有那麼多位置的時候 但是我又有一些東西 想一路放低 今天有什麼重點啊 多少點啊 要做什麼的時候 就把它一張撕出來 寫完貼在桌上 每一天換都會覺得是挺方便 挺容易看的一件事來的 實用型呢 我還有這個checklist的 你可以在中間寫一些你自己要做的事 無論是你的目標也好 星期每個月end要做的功課 比較多都可以一路寫起來 做了那些就滴滴滴 後面不會做 可能是卡抄或任何事 之後那些就很漂亮了 我真的給大家買了 所以其實很多我都買了Double的 一些好像星球 幻彩星空的MEMO紙 之後會有一些漸變的顏色的MEMO紙 它是比較長的 可以寫得多些東西 然後我買了一些不同形狀的先人獎的memo 送給大家的 是不是很可愛呢 雖然它們的面子有這麼多東西 但其實可以寫一個小花瓶 其實也很有趣的 你就不要說寫一長篇 可能有時候寫一些東西上去貼在自己的文件上 都是非常漂亮的 如果你說我是比較女士一點的話 沒關係的 我們memo都會有一些碎花 可以適合一些比較女生的朋友 你可以看到這些碎花真的很漂亮 有些花環 中間也會有一個比較空白的位置 可以寫一些的memo上去 這個我想大家如果有看我的instagram 應該都會發現我公司的partition上面 都會有的 就是這個貓貓手的memo 其實它也不是給你寫很多東西的 但大家看看這個 真的非常可愛 這個貓貓手的memo 之後我自己就很喜歡 大家如果有留意我的影片 我的effect是很少的 但有時候都很喜歡這些對話框 所以我自己也買了一個這些對話框的memo 還有一些小小的memo 其實可以給大家在schedule那裡用 或者是一些你們的notes的時候 可以貼在旁邊做一個註解的時候用的 給近鏡大家看 就是一些比較細型的memo紙 但可以寫一些point上去的 最後就是我自己的桌頭一樣 公司桌頭都有的 這個就是一個很漂亮的漸變顏色的memo 有時候你一個file裡面 可能有幾個不同類型的東西 我自己就會這樣貼開它 就會知道上面是什麼 除了一些比較子女的東西之外 我都有買到一些實質的文具送給大家 第一樣東西就是一隻很漂亮的碎花筆 它不是原子筆 它是水筆 而且你不要以為它只有外表 其實裡面是有淺藍色、深藍色、青色、橙色、黑色和紅色的 它們是不同顏色的筆 除了我送一套給大家之外 我留了一套給自己的 因為我到現在都很喜歡用不同的顏色 去寫自己的日記、schedule 平日我老闆要我做的東西 我都是這樣用不同顏色去分為別類 之後這一件東西我自己就真的很喜歡 但如果我用的話 我就怕被人說我扮小女 我就買了一些很可愛的外表 牛奶瓶外表 你們猜一下是什麼 其實這四個是圖改帶來的 現在的文具真的超可愛 我小時候真的沒有這些東西 所以我看到的時候 我真的忍不住買了幾個送給大家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要這一種的圖改帶 都記得要留言告訴我 之後這一件東西 其實這個顏色真的很漂亮 然後它是雙頭的 它是什麼來的呢 它一邊是圖改帶 而另一邊是一個膠紙 雙面膠紙 我自己在辦公室都有一個粉紅色 因為它買的時候好像是隨機的顏色 所以不是我選的 但其實它那幾隻顏色 都是很這些 pastel色 很柔和 很粉色系列 都是很漂亮的 但它有一個小缺點 就是它那兩個蓋子 是有一點鬆的 我平時就因為放在辦公室 我又不是經常動它 那是OK的 但如果你介意的話 這個就值得留意的一個項目 然後我就買了好一大堆的貼紙 那這堆貼紙 我就不會說全部送給大家 因為我自己有用的 如果你們有收過我的Give-A-Way的時候 都應該發現我不是就這樣寄過一匹東西 給你就算的 我自己都會寫一張卡 那一開始那些Give-A-Way 我都覺得有點單調 慢慢地最近收到那些朋友 應該都會發現我買了很漂亮的信封 之後就會寫一些說話送給大家 去多謝大家支持我這個頻道 無論你是參加Give-A-Way也好 我怎樣送東西給你都不好了 但我依然覺得那張卡仔 就這樣白色是很不漂亮 所以我就買了很多不同的貼紙 到時候我打算選擇在上面貼紙 希望你們收到那個Give-A-Way 除了那份東西之外都會感受到我的心意 我選一些貼紙跟大家說一下 這一款是一個金色貓貼紙 我買了兩套 所以這一套都會送給大家 之後就買了這個Chopper貼紙 就是一些貴婦狗 Chopper是Poodle 這一款都是Poodle的Q版 所以我都是買了兩套 有一套可以送給大家 之後就買了很多這些動物狗狗型 之後又買了很多不同一套的動物系的貼紙 之後我還買了一些文青系 你會看到現在很流行的一些彩色 一些英文書法 這個就是一個星空做底 上面有些燙金很有意思的字句詩紋 又是一個比較幻彩的顏色 燙金線條紫殼形狀的貼紙 其實其他都買了很多貼紙的 有些emoji 我給大家的訊息的時候就會貼這些 或者是一些很漂亮的水滴型貼紙都買了 希望大家有興趣參加這個淘寶大型文具Giveaway 其實這次參加的辦法一樣簡單 首先你要喜歡這條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在下面留言你想要哪一類型的東西 例如你想要記憶紙、貼紙、週記、日記本、筆袋 你可以抹著自己最想要的是什麼 我還是不抽的 抽死我嗎? 這麼多份我會選別人去送的 所以你們就要告訴我為什麼你會想要 然後有什麼話想跟我說 想我拍什麼影片 其實你們說的很多影片我都一直在排隊去拍的 每個星期出兩條影片就慢慢排 有時候要等的 很多影片想拍的 但你也可以繼續說有什麼意見 有什麼影片是真的很想看 或者有什麼影片是我拍了 其實你沒有興趣看的話 我都想做一個小小的意見調查 無論如何就留言 我會在你的留言那裡回覆給你 你會不會得到獎品 如果會的話 到時候兩個星期之內 你就要去我的Instagram那裡訊息我 告訴我你的地址、名字 那些東西 這次就不順風了 因為順風的話 應該會貴過我買這堆東西的價錢 所以我會用平油的方法去寄給大家 所以也要承擔一個風險 就是有可能會寄失的 但我寄之前會拍照給你看的 不要當我沒有寄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一次的分享 告訴我你喜不喜歡這樣的 例如適合時令的時候 我會拍這些東西 如果不是下年的暑假 我就不再拍這個題目 希望大家有興趣 今次這條影片和Giveaway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有兩條新影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Bye